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半生潦倒的乡间老秀才 这裴恩国虽无缘仕途 却也并非死钻牛角尖的偏执之人 他见自己六次科举无功 便渐渐淡化了名利之心 在镇上扮起一家私塾 在教授众多子弟研读圣贤书之余 却也落得个相邻敬重 衣食无忧 裴恩国在二十三岁时 娶了邻村表妹张氏为妻 第二年 张氏为他诞下一子 取名裴景福 早年 裴恩国见儿子相貌不俗 灵力聪慧 便将自己的满腔功名利禄心 全都寄托在了景福身上 裴恩国日日严格殉教 尽传平生所学 指望景福长大后 除凤轻与老凤生 能够出人头地 光耀门眉 这小景福五岁开盟 日送千语言 数年间便有了少年才俊气象 而最令邻里百姓称道的 不仅是裴景福好学上进 更在于他的一次处遍不惊 化显为一经历 那年裴景福刚满六岁 十七岁的表哥所住元宵节过来串门 小景福便吵着嚷着 非让表哥领着他到阵口去看花灯不可 所住也爱热闹 他与旧父旧母打过招呼后 便带着表弟一起上街看灯 这牛庄虽是偏安一鱼的小镇 比不得繁华州城府县 但在小景福眼中 月色下的各色灯落 却是样式精巧 流光一彩 而大街上的人熄来攘往 两旁叫卖声更是不绝于耳 把个小景福看得乐不可知 手舞足蹈 景福个子太小 左住便将其驮在背上 两人沿着望花长街自西向东游览 在十字街口 左住放下表弟去买唐人 景福正独自看灯之际 忽然被人一把抱起 驮在肩上 望着街西便走 初时 景福还以为是表哥归来 驮起自己 极致数度问话无语 再低头仔细观瞧 才发觉竟是一个四巡左右的陌生男子 小景福曾听母亲说过 这事上专有拐卖小孩的罪恶拐子 不想今日竟被自己碰了个正着 他虽然心中害怕 可却并未哭闹 而是不声不响地 解下自己胸前的桃木葫芦挂坠 将其偷偷系在了拐子的冒岩后侧 带拐子穿过两个路口 正要往偏僻处行走时 小景福一边拼死往下挣脱 一边高喊来人啊 快抓这个拐子 拐子背下的一惊 见小景福已挣脱落地 便也顾不得再拐小孩 便往偏僻处落荒而逃 正巧 一队巡夜兵族从此路过 便上前询问建勋 可否看清拐子模样 他们好言路缉拿贼人 小景福闻言赶紧告诉这些兵族 自己刚才将葫芦挂坠 悄悄记在了拐子冒言之上 众兵族据此搜寻查访 终将拐子抓获 从此 裴景福便有了神童至多星美丽 光绪十二年 公元1886年 二十二岁的裴景福 参加朝廷禀虚科电视 中了三甲第四名 被誉赐为同进士出身 待到州府派了县学教育 到牛庄镇报喜时 老秀才裴恩国便如自己中了进士一般 时而狂喜 时而涕气 总算由儿子替他完成了一桩未尽心愿 第二年春 裴景福入选汉林院术集市 年底散管后受职户部主事 光绪十四年春 裴景福因范炎之戒 得罪了户部高官 被外放为奉天府 开源县衙的典史一职 裴景福刚一到任 先令王熙武便对这个曾冲撞上级的 被贬金官 颇为不喜 尤其对他面如关玉的相貌 厌烦至极 王县令表面不说 背后与县城 主部等同聊闲谈时 却曾数度指责 贬损裴景福道 这个新来典史 堂堂一个七尺男儿汉 竟觉女人家形状 涂烟抹粉 真是有失官场体统 县城文言 点头附和 不过 主包倒是一个忠厚之人 他见县令指摘典史 便从中解释道 裴典史天生的一副白皙皮囊 我曾与他居处数日 从未见他擦过胭脂 抹过粉 王县令哪里肯信主部之言 一番思寸后 他便想出了一个自认为 既能博导主部之言 又能令裴景福当众出丑的主意 这天中午 天气闷热难当 王县令请现成 主部和裴景福等同聊官吏 一起在县衙府邸共进午餐 几人用罢热汤辣菜 早已汗透衣襟 此时 王县令偏偏又让厨子 端上一盆热气蒸腾的羊汤 现成 主部 只好皱着眉头 勉为其难的应景 而这道羊汤 却显然极合裴景福胃口 只见他喝得满头大汗 一边用袖口擦拭脸颊 一边低头享用羊汤 王县令见裴景福脸上 百里透红 毫无沟壑纵横的残装迹象 才知是自己误会了新来的典史 且说这开源成三年大汗 恶嫖便也 百叶凋敝 百姓中多有一气儿女不养 以求自保者 身负县城治安职责的裴典史 便多次向王县令禁言 立主言为其治 凡一气子女者以杀人罪论处 王县令采纳其言 对一气子女的人重点治罪 才有些遏制住了弃婴 害婴案件的发生 这年残冬 裴景福亲率兵族不畏严寒 深夜走街串向巡防县城治安 当他们行至上持斋药铺时 突然有人跑来报案成 前街有强人正在打劫害命 裴典史正准备带人前往抓捕 正巧此时又有人前来报案 城后街北巷口有一妇人正要杀子 兵族们都想先拿强盗 再去处置妇人 裴典史闻报感叹道 贼寇害人 此则常理 母子相残 却逆天道 围轮长 随带领兵族先往后街北巷口而来 到了现场 一个八岁顽童 已然死在了母亲的木棍之下 裴典史便将恶父抓获 押入大佬准备判处其刑 且说在前街打劫的盗贼王继龙 幼年遭父母一气 长大后误入歧途 便当了打家劫舍 刀头舔血的贯匪 那天深夜 他带人在开园前街打劫了不少金银 而望风的人后来告诉他 一队巡防兵族当时正在附近 却因领头的典史 情愿放走劫匪 也要先抓沙子妇人 才使众人顺利得手 王继龙文言 深受感动 便带着所掠金银财物 领着五个手下来向裴典史自首 而此后数年间 开园再无弃婴 太子案件发生 更有改过自新的父母 感叹是裴典史给了孩子第二次生命 便让孩子改了裴姓 共识三载 王献令亲见裴景福人品官德 对其愉加钦佩 敬重 他便在自己离任之时 向圣经将军 立见裴景福为最佳接任人选 圣经将军准奏 王献令告老还乡时 裴景福便接替了开园献令一职 此后 裴景福类迁锦州之府 京东路 山西路转运时等职 光绪三十二年 公元一九零六年冬 裴景福二次入朝 担任督察院巡暗御史要职 一年三月 裴御史离京巡暗山西太原府时 知府柳作东 向他汇报了杨曲县的一桩离奇贪腐案 原来 杨曲县有个五旬县城叫刘春江 他自从二十几岁在县衙当差开始 干过马夫 走足 当过衙役 搬头 一直在县衙摸爬滚打了近三十年 杨曲之县换了一位又一位 唯独这个刘春节便如同不倒翁一般 毅历杨区官场数十年 百姓背后都称他才是真正的杨曲县太爷 这刘春江最细暴残首缺 平日不险山不露水 与县衙同僚们也是极为融洽 一日 主部陈宇到刘春江家中饮宴 一二人彼此熟络 脱步避嫌 酒汗面热之际 刘春江变化爱切春衣侧作相陪 陈宇与刘春江推杯换盏 高谈阔论之际 却见春衣被满桌真羞美味一块不动 竟只吃眼前的一碗素白菜 不免暗暗呐喊起来 陈宇正要开口询问缘由 不想刘春江敬纵声大笑道 主不见我的妾是只吃白菜 是不是觉得我亏待于他啊 陈宇文言笑着调侃道 卑职正有此问 但想现成大人为官数十载 府内走足 丫鬟也不至仅吃白菜一味 何以对爱切竟如此薄情寡义 下官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一旁的春衣文言 不待刘春江作答 便端酒杯敬酒 并扭捏做太道 多谢主不为我做主 小女子自打嫁入刘家 三年里除了几碗干饭 便只有这一道白菜果腹 你说我嫁给你们现成作妾 这三年里吃了多少苦头吧 刘春江文言 对陈宇笑着说道 主不莫听春衣打趣 今日闲来无事 我便领你到厨房 见识下这碗白菜汤的前世今生 说吧 刘春江起身离喜 拉着陈宇的手摇摇晃晃进往后厨而来 陈宇虽有几分醉意 内心倒也十分清醒 他跟随刘春江来至后厨 顿时被眼前景象惊得目瞪口呆 原来刘家的厨房极为宽阔 四个厨师正在灶间忙忙碌碌 而刘县城指着旁边的一口铜锅说道 这便是春衣的白菜锅 你仔细观瞧 能否看出点玄妙之处呢 陈宇文言顿时来了兴致 他近前一看 只见锅中的白菜都是菜心部分 虽然这一锅白菜汤 需要耗费上百颗白菜 但以刘县城的家境条件来看 倒也不过是小菜一碟 那么 玄妙之处究竟在哪里呢 陈宇在锅前转了几圈后 突然手指造下的一堆人参说道 这白菜汤用了上等人参佐味 便熬得非同繁品 是也不是 刘县城文言哈哈大笑道 主不只猜对了一半 这白菜汤确实受了人参加持 不过不是佐味 而是尽得他的三昧真火 陈宇文言不明就里 刘县城进一步解释道 这人参如果放入汤中 便失了白菜煮味 因此只用它作为釜底心柴 闻火烹煮 便可将人参效力慢慢侵入菜中了 陈宇文言暗暗心惊 不免拿起锅旁更少 在锅中咬了一勺白菜 细细品尝起来 刚才 酒席宴前不知菜味 如今细细品尝一番 果然是汤鲜味美 还有一股淡淡的 似有似无的人生味道 陈宇品霸菜汤 连称绝妙 寿教 一旁的刘县城无奈笑道 这白菜的新奇做法 倒也并非我的创意 此乃春衣过门时 提的一个先决条件 只有我每日供得起 他这碗白菜汤 他才肯屈就于我 给我做一房小妾 这三年时间 我已经被春衣的 这碗白菜汤 折腾得倾家荡产了 不过 为了春衣欢心 我便是穷死也值 说吧 刘县城向春衣抛了个媚眼 春衣是宠儿娇 笑着倒在了县城怀中 当晚 刘县城与臣主部 近欢而散 第二天一早 刘县城醒酒后 对自己酒后失言 追悔莫及 却也是无可如何 且说这阳区县县县令 即将任期届满 刘县城和陈主部 都惦记上了这一职位 两人也都各寻门路 多方活动 这一日 陈主不从力不得了确切消息 自己在竞争中败北 无缘县令官职 而刘县城却即将上位 陈主不顿时如同斗败了的攻击 沮丧不已 他一番计较后认为 刘县城的小妾一顿白菜汤 便要烧掉几十颗人参 而一颗人参最少也等同于 寻常百姓家的半年收入 刘县城哪来这么多钱 供小切挥霍 想必都是贪腐受贿所得 于是 陈主不为了败中求胜 便写了两指诉状 将刘县城贪腐之事 告到了立部与太原府府压 立部则成太原知府全权查办此案 知府柳作东接报后不敢怠慢 立即带人着手调查 最终查明 数十年来刘县城训私网法 黑白两道通施 仅抄家时便搜出违法所得 黄金百金 文银三万多两 其他玉石珠宝更是不计其数 刘知府查明案情后 依照大清律例 将刘春江判了死罪 并非报刑部 立部定夺 数月后 刑部 立部 联合批复下达 转了知府判决 着令斩立决 刘知府岁于世年腊院 将刘春江拉至菜市场 斩首市中 裴玉石寻访来至太原府 刘知府便将刘春江 刊府案件 向他做了详细汇报 本以为玉石大人会大家赞赏一番 哪知裴玉石听完案情后 竟皱起了眉头 在仔细翻阅卷宗之后 便命人诉居春衣到堂 刘知府心想 春衣虽然铺张奢侈 却并无违法之处 玉石大人为何要对他兴师问罪呢 过不多时 仲衙一将春衣押上大堂 裴玉石讯问他是哪里人士 从何处学得这种白菜汤做法 春衣只说是和建府人士 走亲戚来到阳区县 才嫁给刘春江做了妾室 白菜汤乃是和建府的 一道菜肴做法 裴知府闻言 顾斥道 一碗白菜汤 便要挥霍掉数十颗人参 岂会是和建百姓的寻常菜肴做法 况且你的家境出身 本官行文到和建府县 便连你的祖宗三代也能查清 你还不如实招供 免受皮肉之苦 春衣文言 口中连连喊冤 却终不肯供出实情 裴玉石命人将春衣暂且收监 便顺藤魔瓜又居了春衣在阳区的舅舅 宣认春衣果系和建府宿宁县人士 便行文至和建府 要求当地官员严查春衣过往 经过和建府通判陈强的缜密调查 终于揭开了春衣的庐山真面目 原来春衣家贫 十七岁时便为父亲迈给了当地乡身刘燕杰 当了第五房小妾 初时 刘燕杰对她宠爱异常 百一百顺 春衣过了一段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浇灌生活 哪知好景不长 半年后刘燕杰喜心厌旧 又娶了第六房小妾便将春衣抛诸于脑后了 当初春衣受宠之时趾高气扬 倘若无人 连郑七马氏都要让她三分 如今春衣失宠 不仅马氏经常敲打 责骂于她 就连另几房妾室 以及丫鬟 仆人 也不给她好脸色看 春衣满腔忧怨之下 竟在一次家宴中 将披霜事先投进了羹汤韭菜之中 致使乡绅刘燕杰 郑七马氏 还有其他四房妾氏 以及三个子女 一家九口全部中毒身亡 春衣投毒之后 便辗转逃到了阳区县的舅舅家 她引去自己嫁人作妾过往 再婚嫁给了刘春江 这春衣在刘燕杰家中 曾吃过人参为燃料炖的白菜汤 便迷上了这道奢侈菜肴 在婚时 春衣原本嫌弃刘春江老麦 便想以这道白菜汤令其知难而退 哪知刘春江竟是个隐形富豪 家财万贯 竟供了起春衣这道奢侈白菜汤 春衣没了推脱的借口 这才给刘春江当了窃室 裴玉石审民案情后 将春衣凌迟处死 至此 一桩清代奇案就此侦破 案后微平 一碗以人生为柴火的白菜汤 揭开了一桩持续数十年的贪腐案 使探官刘春江得到了应有下场 而同样是这碗白菜汤 在御史裴景福眼中 却多了岂会是何间百姓的寻常菜肴疑问 由此打破砂锅问到底 终将九人灭门案的真凶绳之以法 可见 境界眼界不同 则断案结果迥异 若不是裴玉石洞察秋毫 不知春衣还会逍遥到几时 真是细思极恐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